这个保安有点倒霉 巡逻的时候发现尸体消失了 这年头还有人来停尸房偷尸体的 还是在他眼皮子底下 这简直是他职业生涯59年来的污点 他只得小心翼翼地上前查看 这一看可不得了 电梯里竟然躺着一具女尸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电梯就自己关上了 我来个亲娘哎 吓得他赶紧呼叫保安 不对啊 自己不就是保安吗 这时电梯门又开了 好家伙尸体又不见了 这可比诈尸还要吓人 他拼了命地往外跑 很快跑到了马路上 一个不留神 被一辆急驰而过的汽车撞伤了 佛波勒接到了报案 很快便来到了现场 经过调查发现 失踪的女士是个富婆 因为心肌梗塞才刚当离世 她还有个丈夫小帅 虽然人长得不帅 但是心够花呀 这边已经和新女友亲热上了 警察的一通电话 可是把她吓得不轻 怎么好端端的 尸体就不见了呢 小帅匆忙驱车来到停尸房 面对佛波勒的询问 她倒也是淡定 这反倒引起佛波勒的怀疑 哪有人妻子死了 还能这么云淡风轻的 莫非富婆并不是死于意外 而是有人故意伪造 还真让她猜对了 小帅就是那个杀人凶手 她平日里是个化学家 利用植物质变 偷偷搞到了一种特殊的药物 然后下在了妻子的红酒里 等到毒发身亡后 法医再怎么检验 结果都只会是心肌梗塞 所以她并不需要偷尸体 反而想着早点让法医解剖尸体 这样自己就能早点继承富婆遗产 可偏偏这个时候尸体被偷了 小帅不由地感到背后一阵发凉 此刻她只想早点离开这里 回去和女友商量商量对策 可没想到的是 大楼却在这时停电了 小帅只得返回房间再次等待 身后的停尸间却传来一声巨响 耐不住好奇 小帅走进了房间 却发现空荡的床位上 居然摆着妻子的证物箱 原本证物代理的手机已经不翼而飞 而一旁打开的柜子里 竟然有自己下毒的药剂 小帅这回可彻底傻眼了 还没等她来得及细想 灯却突然亮起来了 小帅赶紧把药瓶子藏了起来 佛波勒这时也注意到证物箱 发现了不翼而飞的手机 自然把目光放在了小帅身上 无奈之下 小帅只得掏出身上的所有东西 除了那瓶药剂 要不是说这人不会撒谎呢 佛波勒很快从他的神情中发现问题 于是对他强行搜身 那瓶药剂也被搜出来了 小帅却不认了 我一个化学家 随身带点药剂怎么了 这很正常吧 但是佛波勒还是要求手下把药剂送解 并且把小帅继续留了下来 这下他是真的慌了 赶紧先洗把脸冷静一下 正想跟女友偷偷对一下口供 却发现身后的窗户被人打开了 一旁还有个信封 信封里则是一份邀请函 是自己曾和妻子参加的一个晚宴 但邀请函背后还有文字 正是晚宴时候 女友偷偷发给自己的情话 可这绝对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的呀 小帅彻底凌乱了 难道是妻子早就发现自己出轨了 他把邀请函撕碎丢入马桶 这要是被发现了 那就等于他的杀人动机也有了 可这时马桶却不给力了 怎么冲也冲不了 警察已经在外面催促了 小帅只得一咬牙 将马桶中的碎纸片捞起 然后再一口一口地咽下去 画面太恶心了 你们自己看吧 警察到底没有发现小帅的异常 就在佛波勒准备把小帅带回房间时 电梯的灯却开始闪烁了 等到门一开 不知道是哪个小岛霉弹 触发了烟雾警报器 一直不停地在喷水 几人只得硬着头皮穿过走廊 而落在最后的小帅 却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是女友打过来的 他赶忙躲到一旁的房间里 却在恍惚间 看到了死去的妻子正在盯着他 被死去的妻子恶狠狠盯着 是种什么样的体验 男人正在给情人打电话 回头便看见了这可怕的一幕 他笃定妻子并没有死 而是故意来复仇的 这时水突然停了 佛波勒也找到了小帅 还把他的手机给没收了 好在小帅早就删除了通话记录 再怎么样也查不出他女友的下落 但是小帅的嫌疑是越来越大了 佛波勒只得暂时先将他关起来 还没等小帅冷静下来 却看到房间的窗户开着的 而他惊恐地发现 窗台上居然有一杯红酒 妻子也在此时出现在他身后 小帅突然惊醒过来 原来只是一场梦 他愈发地笃定是妻子装死 然后司机向他报复的 还没等他想出个所以然来 房间里却传来手机铃响 小帅推开房门一看 这里竟然是个停时间 声音就是从一个果实袋里传出来的 他把手机拿了出来 电话却显示是妻子的手机 小帅鼓足勇气接听电话 里面的人却说自己是个餐厅服务员 今晚在餐厅里捡到的手机 妻子明明是下午去世的 怎么可能晚上把手机落在餐厅 小帅赶紧询问餐厅名字 原来是以前他跟妻子常去的一家餐厅 不久前发生一件奇怪的事 妻子跟陌生男子有过亲密的接触 小帅愈发地觉得不对劲 赶紧打电话给女友 让他查明陌生男人的身份 可还没等女友回复 佛波勒就把小帅带回了审讯室 原来警察已经检测出 内瓶药剂的成分了 而且通过他们调查发现 妻子早就怀疑小帅出轨了 偷偷雇了私家侦探调查他 就是他在餐厅看到的那个陌生男子 并且连遗嘱都修改了 一旦侦探发现证据 那么小帅就会净身出户 一分钱都拿不到 佛波勒已经认定了小帅是凶手 如此明显的杀人动机 已经作案工具都找到了 偷尸体也只是为了掩人耳目 而小帅根本不理会佛波勒的推断 窗台的红酒杯 神秘的私家侦探 这一切的背后 都指向了妻子的阴谋 小帅愈发地笃定 妻子就是故意炸死 然后暗中计划着一切 而设计把他困在这里 那么只能说明 妻子的复仇对象是自己的女友 他赶忙给女友打去电话 不料女友告诉他 自己收到了一个信封 信封里除了他们亲热的照片 还有一段录音 正是他密谋杀害妻子的通话 小帅来不及解释 让女友赶紧逃 可突然一阵碰撞声传来 电话那头便在没了声音 小帅知道是妻子的复仇开始了 而女友此刻 怕是已经凶多吉少了 男人下毒谋害妻子 只为继承百万遗产 不料妻子却突然复活了 而情人惨遭车祸生死未卜 他却被困在警局哪都去不了 小帅想冲出去救人 却被佛伯乐给拦住了 他还想反抗 却直接被打晕了 等到再次醒来已经是第二天 为了赶紧救人 小帅将自己的杀人过程全盘拖出 自己对妻子早就没有感情了 直到遇到女友 他才重燃了对爱情的希望 而如今妻子并没有死 并且已经去找女友复仇了 他才急着要去保护女友 于是佛伯乐就派人去调查女友 很快消息传来 按照小帅提供的地址 那里已经十几年没有住过人了 而警方资料库里 也找不到女友的信息 佛伯乐认定了 小帅为了开脱嫌疑 而编造出来的同伙 并且现场留下来的脚印 跟小帅后车厢里的鞋子一模一样 医院的保安也提供证明 那天晚上有个黑衣人朝他开枪 警方也在小帅的家里 找到了一模一样的手枪和子弹 小帅还想辩解 他认为这一切都是妻子设计的 然而现实却给了小帅沉重的遗迹 妻子的尸体找到了 很快他们便来到了现场 而果实带里躺着的 正是妻子的尸体 小帅这下彻底猛了 一瞬间他也不确定 是不是自己出现幻觉了 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 这个结果使他没办法接受的 于是他趁佛伯乐不注意 转身逃进了树林里 可没跑多远 他就感觉浑身乏力 直直地摔倒在了地上 佛伯乐很快便跟了上来 但是他并没有急着把他带回去 而是蹲下身子 告诉小帅一个惊人的真相 这所有发生的一切 都是他一手策划的 而他的女友也不是幻觉 是自己的女儿故意接近他的 佛伯乐之所以这么做 全都是为了复仇 原来他也是个可怜人 多年以前他和妻子外出 不料遭遇一场车祸 妻子当场丧命 很凶手正是小帅和他妻子 为了复仇 他让女儿故意接近小帅 鼓吹他给妻子下毒 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他 而小帅也中了和妻子一样的毒 真相就此水落石出 小帅也带着不甘河遗憾 离开了人世 这个世间并不缺少真相 而有些真相 却并不是正确的答案 电影《女士迷案》 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 我是汪哥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